万众瞩目的一场 徐晓东从田野的大战即将开始 场上裁判王同庆 这场比赛我们采用的 这是全开放的一种规则 但是是站立式 那么你可以用拳 腿 膝可以上头 可以利用摔法 可以利用肘 尤其是今年已经是54岁的田野 他是1965年出生 那么他为了和徐晓东的交手 苦练了礼合腿 苦练了铁牛肘 他说我在今天比赛里面 要用我的礼合腿和铁牛肘 告诉徐晓东什么叫传统武术 那么他能实现这个诺言吗 而徐晓东1979年出生 那么今年已经40岁 他身高1米76 他在1997年在北京市大海学过散打 那么在2001年学过泰拳 2002年学习过MMA 厂上的裁判 王同行告诉双方 规则的要强调一下 比赛即将开始 万众瞩目 那么如果说两个人在两年前进行过一种约战 那么今天我们是在中级勇兽世界格斗精英赛的位台上 还用一种公平公开的方式展示双方的前脚 那么徐晓东说 在之前说我在今天比赛里面 我要用一种 我的战术和技术 要折磨他 比赛开始了 我们看到徐晓东利用之前架上空 那么 田野的鼻枪已经出现 已经出现 在开局我们来看 田野的攻击 叙事以待 那么 孝东只用短暂的几个上弓 我们看到田野已经挂彩 这场比赛实际在赛前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 但是我们想看田野同孝东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结果已经逆车到 我们需要这种过程 你们在赛前 田野说我要在今天比赛里面利用我的理合腿 利用我的铁牛肘 但咱的比赛里面到目前为止 还没见到理合腿的使用 比赛还能继续吗 要知道 毕竟田野今年已经 54岁 1965年出生 我们看到这个田野说没事没事 时间一秒一秒再过去 我们的这个 又监督在给这个田野进行紧张的这种处理 叫做在耐心的等待 因为他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厂才 王同庆 也在给这个田野进行一种伤势的处理 通过这种包扎 田野的面目 我们看到没有 更加的不一样 他现在还能够看到比赛的内台吗 这个会影响他的比赛的视线吗 我们看他小东西上 不屑一步 我只知道比较高级的狙击手 有一种狙击法叫盲狙 我也知道年轻人在开车的时候 有一种微信的发法叫盲打 但是在内台上 我觉得这个专业名字 还是交给宋老师吧 这个叫盲权 盲权 因为他在比赛里面享用他 哇 他看来这个田野 还是要叙事待战的 继续 整灯 我们看到这个 徐晓东 不想利用过多的这种拳法教育你 就是用扫踢 因为你头部已经受伤了嘛 那么好 我不出拳 利用我的腿法 让你知道什么叫腿法 这种低扫 那么田野在赛前说 我练了铁牛轴 那么在这比赛里面 还没见到一个手法 只用左右手的直拳 后手 现在徐晓东 只是利用正面的防守 混住头之后 我就扫踢 打 没事 我有铁头风 没关系 快点 又是他一个扫踢 而且是低扫 他说没事 基辅 现在我们就看 田野还能 打满 一个回合 要知道我们这场比赛是三回合 每回合是三分钟 这是很重的一个扫踢 小松 眼睁的看 你给我一拳 好 看是你的权重 还是我的腿硬 现在我们场上裁判 王宗庆 非常要好 问他 你还能打吗 要担心他的体能 担心他的体能 还有十秒 第一回合结束 转身后登 没事 这种转身是非常危险的在比赛里面 第一回合结束 第一回合结束 这场比赛 非常富有一种 娱乐色彩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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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训他 要一个扫机 刚才那扫的话向外面 外扫 正当 现在我们听到场外的观众说用礼合腿 只是他腿已经抬不起来了 他是想用礼合腿 但是他已经无法支撑 现在这个许晓东说你打帮没事 后直再来 要打不还手 我给你腿 你能站多久 我估计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晓东就要用他的这种后腿的低扫 最终扫得让田野无法站立 再来 你再给我钱我再来 我们看到这个田野的这个 左腿的内侧已经紫了 他还能支撑多久 一个飞机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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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